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原来只在宫廷 庙宇等建筑之上的砖雕进入民居 要制成好的砖雕 用砖有很大的关系 确定好图案后 按所需尺寸切割成砖 一般的小图案是一块砖一个图案 有的大图案则需要多块去拼接 青砖选定后 就把图案复印到青砖上 然后再用钢针勾线 钢线完成后 开始打劈 钢线完成后 开始打劈 打劈要在砖面上根据画面的需要打出远近高低等不同的立体感 而且要把有的椅被打去的线条重新再画出来 直到整个图案轮廓进行 打劈完成后 则需要细雕 这道工序需要有经验的师傅去操作 要把人的脸部表情 树干的纹理 叶子的经络等很细腻的刻画出来 直到满意为止 全部完成后 再进行打磨 修补 作为民居建筑的重要装饰艺术 有精湛的技艺 深厚的文化内涵 与独特的艺术手法 笼筑而成的砖雕 清新质朴 而又巧夺天功 据专家推测 早在下伤之前 清许先民已经掌握制袍烧砖技艺 但目前 清许砖雕技艺正濒临失传